上回咱们说到严查散带着小雨沫,来到东京住在柳蓉的家中,柳蓉呢,是他亲舅舅,把他安置在小花园里头,严查散没往心里去。 这个柳蓉呢,突然间给他带了一个人,这个人姓冯,叫冯君恒,是个年轻的文生公子,长得呢,是其貌不扬。 严查散一看,舅舅给同类的,当然对待这位冯公子挺客气。 这位冯公子就跟严查散说,我可告诉你,你的亲舅妈呀,早已然死了,现在你的舅妈呀,是后续的,是我的亲姑妈,咱们俩这亲亲不言吧? 严公子啊,我听说你是个长州有名的才子,告诉你,我在京城也是一位出了名的才子,咱们都是念书的人吧,这样,咱们就谈谈,精识子集,诗词科赋,你看怎么样。 我陪着你,咱们俩聊,省得闲得没事儿,啊,这么着,先来个简单的,你呢,出上联,我给你对下联,咱们哥俩连聚,好不好。 哎呀,我学书才前,不敢出丑啊,不对了,不对了吧,跟你说的咱俩是至亲,哎,客气什么呀,啊,说。 好吧,既然如此呢,我可就出丑了。 说说说,好。 我说,九月重阳,风落叶,啊,这位冯君恒,拿着手指头摁着太阳穴响了半天,好,我给你对八月十五,月照台,甭说烟塌散啊,小雨沫在旁边一听就乐了。 风公子,我们公子的上联,可是一个日子儿,你这夏季可出俩月字儿啊,那有什么关系啊,对上了就行,哎,严查散,严公子,你再说。 严查散只能一笑啊,好,愿安成叫你无门。 这块,我给你对上来了,你说门,我有窗户呀,你说愿安成叫你无门,我给你对,不敢遵命,我有窗。 小雨沫一乐,冯公子爷呀,你有窗啊,长窗了,赶紧请先生掷掷。 哎,你这孩子,你才长窗呢,你们公子爷说无门,我才对有窗啊。 其实这冯军衡还没有小雨沫懂得多呢,小雨沫知道,公子出这上聚。 那意思呢,就是告诉这冯军衡,你跟我连卷啊,可惜你还不得其门而入。 这位冯军衡不懂得对出怎么下卷的,雨沫能不拿他开心吗? 有窗啊,长窗了,找先生看看去吧。 这冯军衡不往心里去,严公子,怎么样,再说。 哎呀,我确实不会说了,严查散,真是不愿意再跟他对劲了。 冯军衡用手一指,我说,我不单能跟你对,上学的时候在学房, 我能给先生对对,那先生高级了。 有一回啊,先生说了,冯军衡,我给你出个上联,你给我对个下联,我说到先生您出吧。 嘿,我们先生说了,上天严好事。 哼哼,雨沫说话了,冯公子爷,这下联能对俩。 小孩子家家,你懂什么呀,说。 俩,您听着,一个是对回宫将吉祥,还能对下地保平安。 嗯,冯冯衡一晃着脑袋,行啊,看起来你老跟着念书的人在一块儿,你的学问也还可以呀。 严查散可知道了,这位冯公子是狗屁不通,理他干什么事啊? 严查散不愿说了,这位冯公子一伸手,就把严查散的扇子拿起来,唰,把扇子打开了。 这扇子这面啊,是严查散自己写的,写的一首赤壁妇。 啊,冯冯衡一瞧,你这赤壁贼写的不坏呀,来来来来,老你大家,我这有把扇子,这一面是素的,你也给我写上这赤壁贼吧。 严谋不敢公开的顶啊,小声嘀咕,嘿,连字都不认识,赤壁妇,脸成赤壁贼了,真不是东西。 嗯? 真不是东西这句话呀。 声音稍微大得密点,这冯军衡好像听见了一歪头,严查散呢,就给插和过去了。 严查散一伸手,就把冯军衡的扇子接过来。 如果要不是小雨墨在这儿叨了,严查散都不接她这扇子。 接过这扇子一看,一面是素的,一面画的有画,画的是什么呢? 画的是档壶船。 船上做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。 在这岸边呢,站着一个年轻的文弱书生。 直勾勾两只眼,正在看船上这个女子。 这个画是男女调情啊。 严查散是个正人君子,心说我能在这个扇子上提字吗? 我不能给提啊。 啊,风兄啊,天凉了,用不着扇子了,这么办吧。 等明年,我送你个扇面。 一边给你画幅画,一边给你提首诗,你看怎么样啊。 行。 你说这话我就明白了。 你是不管写呀,知我,明年,哎,什么叫用不着扇子了?啊? 用不着扇子,天凉了,你干嘛还摆着扇子呀? 怎么着,先把这扇子给我使。 什么时候你给我写完了,哎,咱们俩再换过来。 他把自个儿的扇子撂这儿了,伸手就把严查散的扇子拿起来,出去了。 严查散可没拦他,为什么? 严查散烦他,心说你快走吧。 拿走自个儿的扇子没在意,也没想到这扇子可就出了事了。 严谋,看着冯公子走远了一回头。 公子爷,咱们救太爷可真疼咱们,也不怕咱们渴,也不怕咱们爷俩饿,就怕咱们爷俩闷得哼。 咱们爷俩来了这么半天了,水米可没打牙呢。 严谋呀,你这是怎么说话呢? 就老太爷,不拿咱们当外人看。 你不会上厨房,给咱们爷俩开饭吗? 行,您早说,您早说,我不是早去了吗? 严谋撒腿,就奔了内呆了。 过了一个月顶门,看你打咋的。 大叔,请问您厨房在哪儿啊? 往东,过葵花门,四间东房就是厨房,谢谢您。 严谋来到厨房外头,大师傅,您给我们开饭呢。 哪儿啊? 花园小书房,严公子那儿。 严公子? 花园? 上头可没传下话来。 什么? 小乙末一看这案子上摆的羊肉,大师傅正一片一片的气呢。 这大师傅一瞧,这个小书童儿直瞧这案子上的羊肉。 大师傅乐了。 好啊,这羊肉可是给太太跟小姐的。 没副业,你呀,上大厨房问问,啊,大厨房啊,在大门里东边的小桃院。 哎,严谋一想啊,这是小厨房。 可能这小厨房呢,光给女眷做饭。 大厨房呢,就能做整桌的饭菜了,好款待我们一人了。 小乙末就奔了大厨房了。 等到了大厨房门口这么一瞧,乙末心客就凉了。 这个大厨房看得出来是专给长宫做饭的地方。 乙末饿也没办法。 只能走到大师傅面前。 大师傅,您给我们开饭呢。 哪儿的? 花园颜公子,明天早点来啊,我们可累了一天了,不能老等着你们,拿去吧。 哎,小乙末在这儿等着,一会儿大师傅给端过来了。 嘿,两碗高冷米粥,一盘半萝卜丝。 乙末没办法,只好端到小厨房。 公子爷,今天可是重阳节,人家吃羊肉,怕咱们不服羊肉,让咱们家俩喝粥。 颜沉沉一看,哎,乙末呀,这是舅老爷拿咱们不当外人,家常便饭呢,跟家里一样。 哼,乙末是憋着气,把这碗粥喝了。 黑了,得点灯啊,又到各处去找这油灯,把油灯拿回来了,灌满了油。 公子,您可别犯糊涂。 咱们来的时候,惊二爷可嘱咱们了,咱们有钱,干嘛在这儿烧着白眼儿啊。 颜茶散巴脸一沉,余末呀,我跟二爷再好也是朋友。 这儿可是我亲娘舅的家呀,难道说亲舅舅还不如朋友吗? 你呀,不许这么说话啊,让人家听见了,可不想话。 行,公子爷,只要您不生气,我怎么都行,我记住了,其实颜茶散心里比小余末还难过呢。 心说,我舅舅为什么真是对待我呀? 他一看雨末,我可不能走啊。 我要是带着雨末去见金二爷,他要跟金二爷一说,这不上蒙地笑话我,我怎么有这么个舅舅啊? 颜茶散,看了看雨末,没说话。 雨末说行,我不说了,您别瞪我,行不行? 好,其实颜茶散呢,也想明天就搬出去住,但是不能按雨末的办法,按雨末的办法就保不住这里面了。 可是,也说了雨末了,也瞪了雨末了,也觉得对不起雨末,这能怪雨末吗? 雨末呀,你睡吧,你也累了,我待会儿再睡。 那好,公子我可就睡了,您睡的时候您叫我,我再伺候您。 行啊,你睡你的吧。 小雨末对待颜公子特别好,就没敢脱衣服,趴在床铺上就睡着了。 颜茶散睡不着,有打书格子上随手抽出一本书了。 把书翻开了,这书是什么,颜茶散都不知道,他看不下去呀。 心里琢磨,心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,对待我舅舅特别好,那时候我小,我也没得罪过舅舅啊,为什么舅舅这么薄带自己呢? 哎呀,颜茶散左响右响是百思不解,正在这时候,就听见外头擦擦擦,很轻,有人走路。 颜茶散抬头一看,有打外边,进了个小丫鬟,看岁数呢,也就在十五六岁。 丫鬟轻步走进来,冲着颜茶散一笑,往桌上一放,颜茶散一看是封信。 这个小丫鬟用手指着指信,用手指着颜茶散,然后笑着一转身走了。 颜茶散挺奇怪呀,赶紧把信打开一看,颜茶散可愣了。 这封信是谁写的呀?表妹金蝉。 柳金蝉约颜颜茶散到花园相见。 柳金蝉可是颜茶散从小订的未婚妻呀。 颜茶散心说表妹是一位规规矩矩的门小姐,怎么会派丫鬟前来送信呢? 约我去相会? 她可不知道这里边是有原因的。 因为柳金蝉的奶娘,就这个田妈听家人念的。 未婚的姑老爷颜茶散来了,可是半天过去了,这个田妈一看,柳荣夫妻没接待这位姑老爷。 天妈奇怪呀,想起了徐氏夫人临死之时,托付自己留意小姐的婚事的这件事,就怕老爷格外生枝。 想到上房呢,打听打听,刚到了院子里,就看见上房屋里的丫鬟婆子全都出来了。 哟,你们不在上房伺候着,怎么全出来了? 田妈呀,老爷跟太太有事商量,叫我们回避,我们全都出来了。 田妈一听就更不放心了,绕到后院上房的后窗包外头,她仔细偷听,听着柳荣夫妻谈话。 听着听着,田妈可吓坏了,这位冯军衡的亲姑妈,也就是柳元外后续的这个妻子,正出主意呢,让柳荣逼着颜茶散退婚,把颜茶散轰出去。 这还不算呢,而且他逼着柳荣花钱买通匪人,半路上把颜茶散跟着小书团给杀了。 田妈说坏了,怎么办呢? 得了,我找姑娘去吧。 赶紧回到姑娘的房中,柳金蝉干嘛呢,正画画呢。 田妈呀。 一按姑娘的手,姑娘你别画了,就把这些事全都告诉了小姐柳金蝉。 柳金蝉一听,自己未婚夫来得挺高兴,再一听田妈说自己的父亲跟继母要把颜公子主婆二人害死。 柳金蝉傻了。 您想想一个没出格的小姐听见这事,她能有什么主意啊? 愣了一会儿,柳金蝉觉得自己命太苦了,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。 姑娘,光哭没用啊,你想想主意啊。 妈妈,我能有什么主意? 我六岁的时候就许配表哥了。 反正,我生为颜家人,死为颜家鬼。 颜公子要真被害,我呀,也就一死了之了。 哎呀,姑娘啊,你怎么这么想啊? 那您说,我有什么办法? 我只能做个闲笑之人啊。 公子死了,我不能独生。 我是他的贤妻。 暂时,我要不忍心跟我父亲母亲作对,我得是孝女呀。 姑娘啊,今天我可得说一句了,颜公子要被他们害死了,还有小叔同了两条命啊。 你知道了,你见死不救,这可不算闲啊。 你不能跟公子成亲,你可违背了你母亲的遗嘱啊。 徐氏夫人临终之前可嘱咐我了。 无论如何,要让我留心这件婚事,让你们小夫妻拜堂完婚。 颜公子死了你都不管。 你这怎么能是孝呢? 夫人在九泉之下,也不能塌生啊。 颜公子要真被害死了,你再想想。 能不投出分去吗? 那袁外爷害死人了,国法难容啊。 如果袁外爷再死了。 姑娘,我说句不好听的话,这家产可就全都归得你继母逢世了,你能落得下这贤孝二字吗? 哎呀,那妈妈,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? 姑娘,我给你出个主意,我把你看大的,而且徐氏夫人有一种,我就不能不给你出主意了。 姑娘,你手中有不少银子,这么办,你写封信,给颜公子不少银两,告诉他,让他赶紧搬走。 颜公子明年如果得中了,叫他回来迎娶。 我跟你说,小姐,袁外是个势力小人,到那时候,他一看颜公子得中做了官了,他就不会推脱婚事了。 这样呢,既能保住颜家跟柳家两家平安,也使你的母亲能够明目就全呢,这么做,才算闲效两全呢。 天妈呀,你说的话说得太对了。 可是,银子我有,信我也能写。 我呀,不应该写这信啊,让丫鬟去说几句,没有信,就不会出事。 要是这封信让别人看见,我的脸面何在呀? 让丫鬟把银子送去,让公子赶紧走不就得了吗? 小姐,这可不成。 丫鬟去了,颜公子能信吗? 你必须在信中把事情说清楚了。 不然的话,颜公子有个错想,这件事儿叫麻烦。 你把事情说清楚了,他踏踏实实去进考场,明年准能得中功名。 让我写信。 不但写信,你还得亲自去见颜公子,不然的话,丫鬟拿着信去了。 颜公子一琢磨这信是真的是假的呀。 哎呀,那可坏了。 我是规格弱女,我怎么能抛头露面呢? 到底柳金蝉见不见颜查伞? 下回再说。